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我们的生活当中 常常有这样一类人 被人说成是 痴人说梦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这心里 常常怀揣着一个 旁人看来 不切实际的梦想 先天有一些人 就不信邪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周围所有的人 都不理解 不支持的前提之下 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将不现实的梦 变成了现实 今天我们请到的两对主角 就是这样的人 而有意思的是 他们还是两对 双宝胎 只擅长 姓木方 穿大褂 站桌旁 双胞胎兄弟 说学逗唱 嬉笑怒骂 论世间短长 我是郭亮 我是郭阳 我们是 Tunis 他们是相声名家 江坤的徒弟 他们是快板大师 梁厚敏的 得意门生 他们曾弃异从伤 如今又重出江湖 兄弟齐心 效果来袭 众生 禁止退场 有请本期注决 那我们俩往台上一站 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能看出点了 哥俩 孪生兄弟 双胞胎 英文叫猝死 猝死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 叫什么玩意儿 猝死 没心脏病 知道吗 Tunis 不是猝死 对 Tunis 我是弟弟 我叫郭亮 对呀 那站在我旁边这位呢 这不是外人了 这我亲哥哥 他叫郭阳 介绍我了 那么在我们表演之前 我们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喜事 什么事啊 这个喜事关于你的 这不前两天吗 有一件大喜事 落在我哥哥头上了 我哥哥挑了一个良辰吉日 跟自己谈了八年的女友 拜了拔兄弟了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给你找一大哥是吗 女的呀 女的啊 不是你们是 不是拜了 拜把兄弟也不行啊 就告诉你 拜天地 拜了天地 对呀 拜了天地了 找了一个漂亮媳妇 这我叫嫂子 是啊 要说我这嫂子长得太好看了 是不错 我跟你说啊 我第一眼看见我嫂子的时候 怎么了 我都疯了 我都疯了 你没见过什么意思啊 我嫂子太会穿了 会穿啊 鲍娃的小高跟鞋 鲍娃的小皮裤 鲍娃的小吊袋 鲍娃的小帽子 鲍娃的小帽子 鲍娃的眼睛框 你先等会儿 鲍娃的口罩 我这是刚从动物园里 签回来的是吗 怎么一身报纹啊 不是 就是说我嫂子人家会穿 那也不能一身报纹啊 我嫂子穿什么都好看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脸道长得好啊 底子不错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我嫂子像谁啊 别捧啊 腾梗 我跟你说 就 大胡子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媳妇一脸落腮胡子呀 不能长那样 得差不多把胡子 怎么着得挂了 我都问你 我嫂子对你好不好 好是好啊 好不就得了吗 这太好了 现在他们二位 可以说是心越凉消花更香 越想美满好鸳鸳 是过得还不错 看完她再看看我 你怎么了 我的女神在哪呢 别着急啊 能不着急吗 对不对 我都多大岁数了 说实话 我曾经也有过一段 美好的恋情 是啊 这段恋情 真的是让我刻骨铭心 那我知道 脑海里经常浮现 跟我初恋在一起的 美好时光 老想啊 记得那是一个 很凉爽的夜晚 她把头 依偎在我的怀里 对我说 小猴 小猴 等会儿 小猴是谁啊 这是她对我的爱称 我平时呢 好动 她管我叫小猴 她好吃 我管她叫小猪 小猴跟小猪 对 那你们叫猴哥 跟八戒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多好啊 小猴小猪 再找一堂僧 西天取经多好啊 都拍部戏了 那还差一山和尚呢 我媳妇疼根 多多了 对不对 小猴小猪 她不忙吗 不用那么忙 对不对 她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 对我说 小猴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父母不同意 为什么呀 他们说你家太穷了 说嫁给你 就相当于 嫁给的大自然 什么都没有 最重要 她说你还有一缺心 养的哥哥 那不行 谁呀 她说谁呢 我说你别说了 啊 闭嘴 让她闭嘴 我跟你说啊 你可以侮辱我哥哥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 别说了你 刚刚出场的这兄弟俩 是郭阳 郭亮 相信很多的朋友 都非常熟悉了吧 这哥俩现在名气不小啊 在很多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上 都能看到他们出色的表演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哥俩小的时候有个外号 叫大话王 这身边人啊 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可别做白日梦了 可是谁想到 折腾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小小大话王 还真就把白日梦 给实现了呢 话说这小时候啊 这哥俩是真头 典型的熊孩子 什么爬墙上树啊 招猫斗狗啊 这成绩更是班级里的倒数 这爹妈也着急啊 所以呢 挨揍更是家常便饭了 爸爸打完妈妈打 然后最后就是混合声打 实在是没招了 也得另辟蹊径呢 说这人 总得有个一技之长吧 哎 家里以前呢 爸爸学过快把 所以就想着 不行让我这俩儿子 学快把吧 就这样 从小学开始 郭阳郭亮就开始跟着父亲 学起了快把 你别说 这兄弟俩学得 还有模有样的啊 不初几年 家里是贴满了 各大才艺比赛的奖账 可是你这快把打得再好 这也得面对 学校的文化课考试吧 眼看着要考初中了 想想那会儿同学 都是年纪小 也都爱撩闲 没事就刺激他们两句 你们两个呀 就是只会打快把的 大笨蛋 什么学校都考不上 挺气人啊 甭管是不是玩笑 但是这些话就如一盆冷水一样 直接泼得这兄弟俩是透心儿凉 但是当时只有爸爸力挺他们 说了 你们俩啊 不用想别的 只要能通过文艺特长生的考试 就能进五中 五中啊 我的妈呀 这在北京可是一所非常牛的中学啊 如果不是在班机里排名前五位 压根就甭想照亮 这哥俩想一想 咬咬牙 行 五中就五中 他们的决定 在班机里马上就炸锅了 同学们都当笑话来听 嘿 你看他们俩又开始做白日梦了 就连家楼下的居委会大妈啊 见着面了 都得调侃两军 我说孩子啊 这个五中的校车就停在家门口了 是不是来接你们两个的 总之周围没有一个人相信 这哥俩能考上五中 但是哥俩可认真了啊 连续四个月 他们苦练快板 光是单板 每天就练两千下到三千下呀 就把邻居们都练无语了 见着老郭就说 我说老郭啊 你们家那俩儿子啊 成天噼里啪啦叮了光愣的 弄到大半夜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直到中考前的三个月 他们参加了小学生才艺大赛 并且一举拿到了最佳才艺奖 刚刚走下舞台的时候 一位中年男子拦住了他们啊 问了一大堆问题 这哥俩听的也是原理物理 也没太记住 总之就记住了最后一句话 甭管你们俩什么成绩 五中欢迎你 就这样 郭阳郭亮用快板敲响了重点中学的大门 谁又能想到当年的小小大话王 真的实现了白日梦呢 一直到27岁的时候 兄弟俩是再次捡起了老板行 打起了快板 到处找机会登台演出 因为得养家糊口啊 这有一次啊 给相声演员李晶打电话 说想要在他这相声会馆里面演出 李晶呢倒是没拒绝 但是接下来这句话 问倒了兄弟俩 我说你们俩不能光打快板啊 会说相声吗 这从小到大 他们俩哪学过相声了 但是大话王的习性又上来了啊 想都没想 直接张口就来 会会啊 我会说 话都说出去了 这也不能打脸啊 更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所以整整大半年这兄弟俩 一直都在一边练着相声 一边写段子 我写完你改 你写完我改 不断地磨合设计包袱 就这样 郭阳郭亮完成了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继而也转行成为了相声演员 2016年的5月份 他们拜相声表演艺术家 江坤老师为师 江坤在收吐仪式上 送给郭阳郭亮一句话 对同道心存平实 对艺术怀抱忠诚 双胞胎相声演员的标签 给郭阳郭亮带来了 不一样的优势 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相声演员在表演的时候 其实很在意 大家对你们这个包袱的反应 对 那如果要是整场 大家反应都不是很热烈 会影响到你继续往下说的情绪吗 那当然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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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求同情 敲门 太刷刀开了 这个 那当然会了 心灵感灵 如果前面的这两三个包袱 如果没想的话 你往后听 这节奏全是乱 对 这不管我们有这个问题 别的相声演员 很多的相声演员都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对 相声讲究开门包袱 就是一上台夸一鞠躬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什么 他第一个这个包袱 设计好了是 肯定你们大家得乐的 如果你们不乐 那么有的相声员就会慌了 他一慌 他说话的语速啊 节奏啊 节奏啊 然后语言的组织啊 表情都会啊 表现啊 表情僵硬啊 他就一趟到 他就不自信了 就没有自信了 有一次我们去东北演出 去东北啊 一个大的剧场里边 我们俩就说的这段 论捧斗 当时给台底些演的啊 那真是鸦雀无声 所以说在后来回来以后 我们俩就开始总结 就说为什么咱们的相声 就这段论捧斗 第一段 为什么没有人乐呢 就是这个作品里边 很多包袱 根本就不适合我跟郭亮 我们俩这种关系说 为大家举个例子 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 哎 说我今天呀 走在大街上 我碰见你爸爸了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就这么一句台词 各位你想 别人说可能会乐 如果我冲着郭亮说 我今儿见你爸爸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那观众马上就会想 他爸爸是猪八戒 你爸爸也是猪八戒 对不对 所以这种包袱 这叫伦理性的包袱 伦理根 我们俩根本就没法说 当然恰恰很多的传统相声作品里边 都有这种传统的这个伦理 跟他这种包袱 所以后来我们俩想不能这样 真好 而且我还听说你们现在相声有一个 因为我没有听过我外行 纯外行叫化妆相声 哦 对 有这个说法 对对对 什么叫化妆相声 哎 其实这也是相声的形式 翻包子 但是呢 可能就是有点半小品状 那今天在现场 我们可以欣赏一段吗 来一小段 可以 来一段 小一段 好吧 抓住实时热点 剖析社会前沿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 小赵说事 我是主持人小郭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幸地请来了 一位嘉宾是身价五个亿的影视投资人 马白先生 让我们掌声有请 马先生 这个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特别高兴 您是一个身价五个亿的影视投资人 大家记住了 是五个亿 哎呦 好 五个亿 最近有没有拍什么新片 有拍新片 最近我前两天呢 追狗 这骨头啊 有点什么 我上那第二医院呢 我拍了个新片 哪个片子呀 不是那拍片的片 片子 电影 电视剧 这个片子 那你就说电影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黑话呀 你说这黑话 我哪听不懂啊 我这是黑话呀 对不对呀 行行行 问问您 您现在身价五个亿了 您拍的这个电视剧 我问问您 您是怎么看 咱们国产电视剧的 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我没问您姿势 我是问您观点 观点 观点是吧 还可以吧 这个咱们国产的电视剧 还是发展的不错的 但是 我现在就想说 为什么 日本的这个演员 来我们中国拍一个广告 要两千万 而我们国内演员 才几十万块钱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中国的演员 非常的不容易 我当过演员 我是从演员出身的 我当演员那会儿 你知道多苦吗 那哈尔滨多冷啊 那水多凉啊 我穿游泳裤衩光着大膀子 就得跳下去 您得有点玩命 您可以找替身啊 我就是替身 对不起 说到您的痛处了 没事 您看这个 您现在最近拍的这个新片子 叫什么名字啊 最后我们可以好关注啊 没问题 这个片子是什么片子 我拍的是一部言情剧 我的这部片子叫 我那么爱你 你却拉着别人的手 在公园里溜达 我一拳怼死你 这么长的片名 怎么这么长的名字 不是那您为什么要拍 我那么爱你 你却拉着别人的手 在公园里溜达 我一拳怼死你呢 我拍我那么爱你 你却拉着别人的手 在公园里溜达 我一拳怼死你 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 日本的电视剧PK 好 希望您这部 我那么爱你 你却拉着别人的手 在公园里溜达 我一拳怼死你 能够踏慢 来掌声送给马先生 哎呀 我发现我有点 想不住这马先生 这个节目时间 让您糟的一点 也差不多了 最后问您 最后一个问题 您说 您看今天也来了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也都犯过错误 相信您也曾经犯过错误 给我们讲讲 您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 怎么可以站起来了 这就是我现在想 跟你们很多年轻人 这个说的一些话 现在你们很多年轻人 遇到了错误 你们总是自责 是 哎呀 这个事情是我犯的错误 这怎么办呢 这个没有必要 谁没犯过错误 我也犯过错误 那么当我知道这错误 是我犯的 我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静下来 沏上一杯茶 点上一支烟 嘿 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把责任 推卸给别人 现在在看 郭阳郭亮的演出啊 那绝对是 游刃有余 气场十足了 但是回想起来 走过的这一路 还并不是那么的 一帆风盛 有的时候 当兵的第五年的时候啊 哥俩想要转型 就参加了选秀节目 我行我秀 还没想到 真唱出点名堂 进了全国的前八奖 当时和这个 现在特别火的歌手张杰 住在同一个宿舍 紧接着呢 他们又获得了 北京青年歌手大奖赛 组合组的二等奖 这眼看着要当歌手了 这哥俩竟然转行 又卖起了衣服 这中间又出了什么岔子呢 咱们好像都在说下面 是 是 后来你们参军了对吧 参军了 我刚才看你们 穿着军装的照片了 对 但是你说参军之后 就放弃了菜盘 就是 好瘦啊 我觉得参军这事 跟说快板不矛盾 为什么参了军 就不能说快板呢 没有啊 我参军的时候 也是说快板啊 我们俩在部队的时候呢 其实也很优秀 到部队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俩就拿了一个全国 这是全国的了 全国快板大赛金奖 很有真好 对 但是每一次部队出去演出 全都是歌手啊 舞蹈队啊 什么美声 都歌队出去 只有曲艺演员 留在家里面 留在这个楼里 这个楼呢 这个楼里能住一百多个人 跟吹着班 每次啊啊啊 一打铃 吃饭吃饭吃饭 我们就 就我们俩 楼里就我们俩 回头留下来了 回头留下来了 就是给这感觉 感觉特别不好 后来我说不行 这么弄的话 是废了 不行 咱俩唱歌吧 那俩唱歌 我们俩在当兵 第五年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节目 选秀节目 就是第一季的 中国好生年 好像是 第一季 当我们俩去 因为我们俩当兵 没有穿过那种 像是歌手那种 大水货 滚潮那种 然后我们俩自己设计 说别让人觉得 你们俩妥啊 歌手你得洋气 对不对 我记得我上面 就穿了一个 粉色的一个 花衬衫吧 好像是 穿一牛仔裤 那牛仔裤 这还露着啊 洞什么的 这儿那么一大银链子 那大尖皮结啊 就这么尖 就去了 到那儿 见了那三个 也是跟您这儿 三个平 我看你们三个 这个坐这位 我点害怕 开始紧张是吧 觉得 也是这么坐着的 老师好 这三平尾啊 什么话都没说 不吃 哈哈乐 我说这三人乐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 你没问啊 你们乐什么呢 不用问 他到时候后来 他那一句话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们平时 也是这么穿衣服吗 哈哈哈哈 哎呦 那个时候内心 太难受了 他说那你现在开始唱了 我心想唱什么 咱俩怎么唱啊 没法唱了 后来我们也一张嘴 唱一半 我们俩就不唱了 就从那儿开始 我 等会儿别见 今儿这个 谭飞老师 是乐评人 干脆 对 给我们唱一首 让他唱一首 我们就要献手瞎唱了 瞎唱两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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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轻轻响 好轻响 我觉得第一个感觉是声音非常美 第二个感觉是声线非常稳 第三个感觉是配合非常好 然后你们俩绝对是相声中唱歌唱得最好 对 应该是 我觉得也是 真的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唱歌 但是我有一次我为什么放弃唱歌了呢 后来 对 首先来讲 下一条 我先补充一句 我最后为什么我们还是也是放弃这行 就是觉得咱们没有从小课班 学这个音乐 你真正达到一定程度 你就迈不上去了 是 你说得挺好 但是你别老强我话 好不好 不是 你就当歌的 你弟弟半天没说话 刚说这一段 我先补充一句啊 别老强我话 好不好 别老强我话 好不好 但是相声是最近的事啊 这歌后来最后决定放弃了之后 怎么去做生意了呢 还拐了个弯 放弃了以后呢 那个时候我对曲艺相声也是很反感的 那时候我真的反感的 就是因为这个歌也没弄好 然后呢部队呢 这个每次会演写作品 那时候我们俩还不会写作品 写作品也写不出来 复原以后我们俩就说算了 咱们俩啊 开服装店吧 挺好啊 这服装店开的 那不赔的 自己乐的 所以这个服装店开了两年 有开两年吗 有两年差不多了 反正里边投了二十万块钱进去 最后走的时候把里边的架子呀 什么的那衣服卖卖剩两万块钱 不弄这个以后呢 正好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梁厚明 就是我现在的快板 梁厚明先生 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 说我这次可能要收图 我想把国阳国粮收进来 作为我的徒弟 说我也可能这次是最后一批收图 李竞是第一批收的 我们俩是第二批收图 这都是一年 一年了 让我们家掏一万块钱拜理师 别的徒弟都一人两万 就这一万块钱我们家都拿着 后来我们家我们说借吧 后来我师父说算了甭借了 说你们也甭操了 这钱啊 我帮你们出去玩了 我在这我特别感谢我师父 这个不容易 曲艺这行 我觉得发展的也很好 而且我也很喜欢曲艺 我想给大家带来欢乐 唱歌我唱得再好 可能也没有笑声 没有掌声 但是我 我说相声 可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你们的笑声 就是我们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过瘾的事情 郭阳郭亮这大话王哥俩 这一路走来真是没少折腾 其实说大话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把大话变为现实 古有于公用一把挖山枣 誓言要把家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 金卫呢 则誓言要用嘴巴咸石子把大海填平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不骄不躁的勇敢追梦 才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对锦卫花 同样也是双胞胎 在她们勇敢追梦的旅途当中 也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肖汉云 小们叫楚楚 大家好 我叫肖汉文 小们叫翘翘 楚楚 翘翘 欢迎 欢迎 如果没有前面那段视频 有人会相信这对胖胖的姐妹花 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吗 双胞胎姐妹 楚楚和翘翘 练舞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一路走来呢 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非议 有人说呀 她们压根就不适合跳舞 可是这对姐妹花 凭借着执着 稳稳地坚持了下来 唯独有一个难题啊 困扰了她们十几年 就是舞伴 听说啊 对于跳拉丁舞的女孩来说 这辈子呢 一共有三个特别重要的男人 第一个是父亲 第二个是老公 这第三个呢 就是舞伴了 而对这一对姐妹花来说 找舞伴实在是太难了 要知道啊 姐妹俩从小就胖胖乎乎的 这很多小男孩啊 一见他们的身材 就望而却步了 这没办法 每次上舞蹈课的时候呢 老师都得临时找舞伴 跟他们搭档 有一回啊 老师找了一个瘦小的男生 和楚楚搭档 这俩人小手刚搭一块啊 这班级里就哄堂大笑 这楚楚还纳闷呢 这怎么了 有什么可笑的呀 自己回头一看镜子 也忍不住落攀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像是一只小棕鼠 牵着一头大象在跳舞一样 同样的尴尬呢 翘翘也没少遇见过啊 比如说有一次上课 他们练托局 这老师呢 还特意找了一个 厉厉比较好的男生 跟他搭档 这小男孩其实心里吧 也没啥底 但是后面子啊 那就试试吧 结果头两次 失败了 第三次 哎 终于把翘翘给举起来了 小男生我们就说 可对了 就等着底下的欢呼声 和掌声呢 结果底下是笑得前仰后合了 什么情况啊 我这不挺厉害的嘛 自己一低头 哎呀 张才太使劲 兔子咧了一个大口 每一次遇到这样的囧事啊 大家都是一笑而过 但是对于双胞胎姐妹花来说 其实每一次都是无形的伤害 其实这姐妹俩呀 曾经也遇到过固定的搭档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舞蹈班里来了一对 双胞胎小男生 天哪 这简直就是为了楚楚翘翘 量身定制的舞伴嘛 这小姑娘们高兴坏了啊 成天跟着这小哥俩屁股后面念叨 说我们跳舞吧 我们跳舞吧 直到这小哥俩点头了 哎呀 他们俩就跟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 不停地跳 不停地练习 连回家都停不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七个月之后 参加少尔拉丁舞大赛 结果没想到的是 在参赛前的一个礼拜 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这小男孩家里啊 有事儿 去不了了 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这哪能行呢 妈妈赶紧带着这姐妹俩 登门去看球 好话说尽了啊 甚至还承诺人家 说你比赛期间的路费啊 服装啊 餐食了 我们都包了 您就去就行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家死活就不去 没办法 姐妹俩只好抱头痛哭 梦就这样碎在了眼前 后来 这楚楚俏俏才知道 人家小哥俩不是不去啊 而是不愿意跟他们俩去 人家转头啊 另外找了一对新的搭档 去参加比赛 可以说这次的事件 但是深深地伤害到了姐妹俩 由此他们也意识到 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舞蹈梦想 不能靠别人 只能靠自己 从此 楚楚俏俏 变成了一对舞蹈搭档 今天楚楚俏俏 来到了有情主角 又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不一样的表演呢 现在我搞不清楚 谁是妹妹 谁是姐姐了 这样 马丁和余老师 你们俩猜一下 猜对了就有机会 跟姐妹俩跳一段 好不好 怎么样 加油 猜什么 姐姐在哪 我们猜 左边的这个是姐姐 马丁老师 左边 那我就跟你相反吧 右边是姐姐 我倒计15秒钟 姐姐往前走一步 好的 5 4 3 2 1 马丁 我猜对了 我是姐姐 请 那我就教您个基础吧 别教基础 我这舞蹈世佳出身的 你就教我基础 那我们就直接上手吧 你就教我一个 拉丁舞最帅的 一个姿势就行了 那就一个打开 一个打开动作 一个打开动作 啪啪 1 对吧 对 要气壳的 脚要这样是吧 脚要这样是吧 手打开 男的也是这样吗 对 这是本来就是男生动作 哇 帅 是吧 来 咱们再来一点音乐音乐 对 预备 走 2 3 很强了 2 3 马丁 好帅 转 转 这边 走 OK 我们节目组其实也一直惦记着你俩的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不知道这个找的是不是符合你们的心意啊 要不我们拉出来 不是请出来六两 好吗 不是要拉吗 是吧 有请 来来来 掌声有请 哇 哇 这小伙 认识一下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耿学影 曾经获得过亚洲国际公开业余组拉丁组冠军 哇 哇 大家好 我叫张子龙 曾经获得世界拉丁舞大赛专业院校十八岁组冠军 哇 这都不多了的 你们的专业实力能力没话说 但你们又没有顾虑戴不动他们俩 没戴过是吧 试一下吧 来来来 试试 现场就操练起来 好 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下 你看前面有他们俩女生搭档 楚楚翘脚搭档 中间跟马丁也搭档过 但是最和谐 最养眼的还是他们四个搭档 是不是 那当然 再次谢谢啊 太棒了 曾经获得此前有两个字 你们的这个搭配 完美 完美 太完美了 但是这两个小伙子都有点喘 太好吧 你们说一下感受 就是 对 就刚才余老师问的 拖得动吗 不是 拽得动吗 拉得动吗 拉得动吗 带得动吗 带得动吗 对 两位帅哥 会有一点点吃力吧 不过还好 因为他们两位的基本功都很扎实 然后呢 因为跳舞嘛 两个人不是说 撒硬拽就可以完成的 修一下一些技巧 一个巧劲 然后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看来有了新搭档 这舞蹈的感觉 立马就不一样了 看来事实证明 这舞蹈跳得好坏 跟胖瘦没啥关系 但是不是有人也好奇呀 不对呀 我听说这练舞蹈是减肥的呀 这小姐俩小的时候 她就胖胖乎乎了 这怎么跳了十多年 还越跳越胖呢 我刚刚看照片我在想 其实小时候尽管比同龄人胖 但是也不是那种就是很胖的 我觉得饮食是不是也有问题 对对 就是从吃这方面太不注意了 你们都吃什么呢 我们家人家都说是土豪家庭 因为我们家不吃素材 全吃肉 对 真的 谁做给你们吃 我妈 那你妈的烹饪水平一定很高 对对对 来来来 我们今天就把妈妈叫到现场来 看看这位妈妈是怎么把两个女儿喂成这样的 大徒来了 来 掌声欢迎妈妈 有一米六四 现在有130斤了 说实话妈妈 您这个体型130斤 在您这年龄啊 整个身高上 一点都不显胖 胖了 对 正常 您现在还说自己胖了 你看看你把两个女儿给吃了 你这个就是 把苗条留给了自己 把胖留给他们 对 你这舍己为人 对 舍人为己的这个精神 实在是让人有点 那妈妈 我要问一问 当时出生的时候 他们俩的体重 因为双胞胎我们都知道 其实孩子在母腹当中 他那空间就这么大 一般都比普通的婴儿会小一些 老二七斤 老大六斤九两 然后我还生孩子以后 就送他们俩的胖后 推了十天 哦 因为他们小时候 你一听给他们吃的也是非常好 那百般呵护嘛 就是觉得就是 让孩子吃最好的东西 我本来特别自责 我觉得我整天忙工作 都没时间给孩子做饭 我也不太会懂做菜做饭 那现在看来 我孩子得感谢我 是吧 所以妈妈其实是一番好 一番主心 对啊 最后俩女儿这身材 这肯定跟同龄人比起来 还是稍嫌胖了一点 有没有想过给他们减肥 就是做 有时候我想搭配一下 搭配 然后做青菜以后 他俩就加青菜 妈妈的菜很没意思 没意思 对 我也觉得青菜很加意思 对对对 想搭不清楚嘛 小时候 我说这个没意思 可能就是不感兴趣 对对对 就是没意思 就不弄没意思的嘛 就来有意思的嘛 你们俩好像老是跟着妈妈 爸爸呢 爸爸就是 原来在北京上班嘛 就做那个翻译的嘛 然后就是爸爸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突然觉得眼睛不太舒服了 然后就在看 就是检查眼睛 最后检查出来是那个 视尊精尾缩 然后就那个 现在就是已经 没有什么字里了 就是有光感 那现在爸爸做什么呢 爸爸现在在家里面教英语 他看不到 对看不到 他不看 看不到 但是他在教英语 他辅导的有出国的 考研的 然后就是小生初的 就是小孩 就是小孩子那种英语嘛 就是我们家里 在办的那个英语辅导班 但是其实卢妈妈 我有个感觉 因为爸爸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 势力就不好了 我相信他这个 虽然在家教学 但是收入肯定不会那么高 可能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没那么好 然后两个女儿 都要学习这个艺术专长 很费浅 你看爸爸有那个演技以后 然后又在看病 然后那个 就是家里面积蓄啊 都在一直在用 然后处处翘翘 就是14岁时候吧 然后他就去舞蹈机构嘛 兼职了啊 他就开始去教孩子跳舞了 我觉得特喜欢这妈 你看家里其实遇到的事 也挺大的 也挺多的 闹心的不少 可是你看你这个个性 就多开心啊 就没什么大事在你身上 所以俩女儿的性格 特别随你 对吧 其实啊 我在想哈 其实我在 我觉得应该孩子做个榜样 就是我要让孩子知道 他这个家庭 非常有安全感 就是我让孩子 就是每天做事 他的心很平静 听姐妹俩也特有心 为了感谢爸爸妈妈 还专门创作了一段舞蹈 是不是 对 我们请妈妈坐在旁边 欣赏一下 好吗 来 来吧 开始了两对不一样的 双胞胎组合 他们都用勇气和坚持 挑战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 我想到了西方有一句谚语 最大的冒险 就是不敢冒险 其实很多人失败 往往不是败在了 没有实力 没有经验 而是败在了 不敢尝试 所以期望 今天看到节目的你 也能像两对主角一样 敢于挑战 敢于说不 敢于创造 属于你自己的奇迹 一个女孩子被 癌症折磨18年 我相信一定有无数人 在你耳边说过这个 算 何必把全家都脱了 也成这样 一点都不能放弃 就你管用我的生命 去换取她的生命 我都不能放弃 大家好 我叫王贵凤 我是一个交警妈妈 抓无证驾驶 当场给孩子创 昏迷在地 她是一个大脑 被摘除了三分之二的人 她是一个在床上 失去了自主意识 是长达三年的人